金佛在手,富得流油的发达财,首相,一个人的首长与自己的财运有关,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恶运,有些人首相好,生来就富有,而有些不同,即使是在奋斗一生,也无济于事,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, 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,事业有成,名利双收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,财库大,如果三丘都饱满,命中多财库,而且财库非常饱满,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,但他们爱钱,但并不贪婪,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, 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,朋友多了,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,总是尽快得到机遇,然后赚很多钱,水星球饱满的女性,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,水星球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,如果水星球中心是饱满,这也表明, 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,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,情感和缘分,所以桃花也叫仙池,贵人蕴旺,三丘饱满的人之贵人蕴非常旺盛, 当他们遇到困难时,会得到帮助渡过难关,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,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, 如果他们有好事情,不会独自享受,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,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,这是他们贵不可言, 偏财运旺,三丘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,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,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, 都会得到很多回报,他们的智商很高,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,因此,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。 钱能生钱,首相三丘饱满的人,贸易脑筋非常的强,他们很善于开决商机,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, 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赢头小利,要赚就要赚大的老师,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, 他们善于理财投资,老师可以钱能生钱,把钱越赚越多,富甲易方只是时间问题。 对于拥有饱满金星秋的女性来说,异性元往往很激烈,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首相学上叫金星秋龙起, 中央的金星秋呈现出凸起龙起,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, 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, 因为金星秋代表着热情和魅力,第二,十分罕见的富贵首相, 女人手握穿字和凤眼,注定一生财望夫运望, 如果一个人命中代财的话,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, 比如说在面向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, 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,肯定一眼就能看出, 再比如说,她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下, 哪怕颓废懒散,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, 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首相。 女人富贵手下一财运线身, 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树纹, 如果财运线身直有力, 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, 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, 不管,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, 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, 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, 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, 不一二, 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, 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, 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, 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, 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, 比如说买彩票中奖, 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, 非常有钱, 三手掌财库多, 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, 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, 女人手掌财库多, 说明她们非富极贵, 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, 即便自己不努力, 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, 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, 小日子特别滋润, 令人羡慕。 四, 手掌厚实, 掌心柔软, 如果女性手掌厚实, 掌心柔软, 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, 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, 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, 她们很聪明, 贵人员相当不错, 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, 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, 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, 知道该如何钱生钱, 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, 五。 指甲圆又红, 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, 且色泽红润的话, 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, 整个人气血充足, 精力非常的旺盛, 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净。 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, 做事认真负责, 而且善于打理钱财, 善于经营, 又不会胡乱花钱, 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, 一生财运亨通, 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, 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, 六掌后指无缝, 在相学中, 如果一个人手掌掌的较厚的话, 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, 属于难得的富贵首相, 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, 看上去无缝的话, 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, 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, 待人也比较的诚恳, 身边的贵人较多, 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, 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, 很有做生意的头脑, 容易发大财, 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,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, 必定能够俘虏双全。 七,左右双段掌, 一般来说, 女人长有段掌是不太好的, 因为大多段掌的人都是单手段掌纹, 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段掌纹的话, 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, 对人对己都有种狠见, 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客服,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, 这类女人性格坚毅, 做事坚持, 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, 不仅不会客服, 还能够帮助丈夫, 走向成功。 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, 家中自然也是财员滚滚, 能够招财尽宝, 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, 富得流油, 涨些凹陷, 涨些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, 财运好, 能得祖辈帮衬, 拥有这种首相的女人一般, 出生家庭较富裕, 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, 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, 得到众人的喜爱, 优越的家庭条件, 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, 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, 有家庭做后盾, 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, 只要自己努力认真, 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, 加上祖辈的恩惠, 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, 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, 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, 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, 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, 守万人恩宠, 此乃多福之人, 手掌厚实, 手掌厚实的人, 无论男女, 命运都不错, 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, 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, 事业运势比较好, 她们有事业心, 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, 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, 为人处事圆滑, 所以在单位里面, 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, 如果家庭富裕的, 就算是走后面, 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, 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, 如果是家事一般的, 也能很快发家致富, 就算是白手起家, 也能很快在事业上, 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, 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, 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, 比较物质, 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, 都很有兴趣, 这也是她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, 手指圆润, 手指圆润的女人, 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, 在首相学里面, 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, 大多福气都很好, 而且家大业大, 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,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, 类型, 其温柔善良的性格, 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, 就连同性有时候, 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, 这样的女人, 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, 同时, 她们勤奋, 简朴, 懂得体谅别人, 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, 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, 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, 天塌下来都不会怕, 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, 此外, 她们祖先比较有钱, 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, 就算结婚, 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, 非常幸运, 女人手上有哪些纹面好, 食指上有三约纹, 食指的关节处, 有一道横纹, 叫做指节纹, 如果指节纹有三条, 则叫做三约纹, 如果食指上有三约纹的话, 说明这类女人可以, 成功嫁入豪门, 婚后生活富足无忧, 有个会赚钱的老公, 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, 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, 二手掌钱财文多钱财文, 是指在小纸和无名纸中间下面, 很多细细的斜线, 也称为理财文, 如果女性手掌钱财文多, 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, 工资收入非常稳定, 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, 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, 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, 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, 金额绝对十分可观,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 希望大家能够